曾经上传一个视频,我的声音是有点问题的 我现在还是有少许问题,很多位朋友都很有心留言问候 还有位朋友提供了很好的方法 他就说,你试一下用一茶匙的Baking Soda 即是食用梳打,加点水,然后喝 或者你用盐水去浪口 还有你有没有试一下用一个橙去蒸煮来吃呢? 他试过这些对他很有帮助 他说,希望可以帮到我,希望我早日康复 首先,很感谢你朋友给这么好的讯息 还有,希望我早日康复,感恩各位朋友对我的关怀 因为这个朋友提及,他说用橙去蒸一下它 其实以往我都听过这个问题的了 我提见他说对于他有效 所以我也找了有关的资料和大家分享 既然这位朋友有效的,可能其他有相同的情况 都可以尝试一下 不过我没有试过用Baking Soda加水来喝 但是用盐水浪口呢,这个是我的弟弟 他长期都会油的了 当他觉得喉咙不舒服的时候 他立即就用盐水浪口 他说很快就会很舒服 不会继续说喉咙痛,发炎 但因为我自己的问题,我是口腔有问题 暂时我是不能够用盐水浪口 但是我是用椰油 我迟些会介绍椰油给大家 这个真是很值得很值得大家去试用 和去吃少许的 我先讲今天要讲的这个橙 如何去炖煮和效果如何 其实在我们平时 伤风感冒或者咳咳的时候 我们是不适合而食橙的 是不适合而食,没有炖煮过 是这样当水果,撕了皮来吃的橙 是不适合而食的 因为你会越吃越咳 这个是西医都提议 不要在这个时候吃橙 虽然你是需要多些维他命C 你可以吃维他命C的药丸 但是这个橙在咳咳的时候 是不适合而食的 但是加了盐来炖煮 他又另外有不同的说法 这位朋友提供,他就是说炖煮 但是就没有说加盐 其实可能他疏忽了 我是找到有加盐来炖煮的橙 是能够有效去止咳化痰的 我先讲一下,为什么这个情况会有效呢? 他的理论就是因为橙皮表面有很多油浪 你摸橙有时你切都会摸到那个手 好像肥油油地 有些橙色的分泌液 这个是油浪 他这个分泌很多的橙皮金 这个橙皮金 是可以消炎和止咳的 但是他还有另外一样东西 是有一种揮发的油 可以放松我们的气管 令到我们是呼吸很畅顺的 所以如果这个橙皮的油浪 里面的分泌出的橙皮金 能够进入到橙肉里面 那就会令到你有这个化痰止咳的效果 他就是用这个蒸凳的过程来达到这个效果 他怎么做呢? 他就是要把一个橙皮放进锅里蒸 但是放进去之前 他要在底下插一点 让他可以坐得稳 除了底下插一点 坐得稳之外 有些不戒的 但是我都会提议大家 插少它 不要去到橙肉那里 插少它让它可以坐得稳 但是首先你要洗得很干净 然后在顶部 把橙肉那里割开一点 割了那个部分出来 那些橙肉呢 你就在那里割十字 然后把半茶匙的盐 撒在表面上很均匀 割十字 让盐能慢慢滲进去 然后把你刚才切了顶 用牙签固定 这个情形上面有牙签固定 底下薄薄地切了 让它可以坐得稳 然后把它放在炖中 然后大火炖20分钟 这样就可以了 那你吃的时候 你可以吃了些橙肉 喝了些橙的里面 还有少许的橙汁 你可以喝了它 当你吃些橙肉的时候 你会发觉有点点苦结味 这些就是橙皮外面的橙皮金 已经滲了进去 所以你会有这样的 微却上面的少少苦结 这个时候 这个有效的成分就会进去 你吃了它就会帮你止咳化塔 如果你能够吃到橙的白色的部分 你如果也刮少少出来吃 这里有很多的千维素和果胶 都是很有营养 不过吃下去就真的不太好吃 但是我看到另外有其他的资料 他说民间流传这个偏方是大中医提醒 他说这个方不是人人都合用的 他说曾经试过有个小朋友六七岁 他因为感冒咳了很久都没有好 他妈妈就用这个方炖橙给他吃 谁知道还反而令他烤喘发作 咳到他吐了 后来要医生医了一个月才好 有这样的个案 其实每人体质不同 那这个橙是否所有人都适宜 在这里他就觉得不是个个都有效 所以如果你试过一两次 没有效的 你应该是停止 不过很多朋友都会有效 正如提供给我这位朋友 他就每次都说他吃了会有很舒服 是能够止咳了 另外他们提议 就说如果你吃这个盐来炖橙 应该是应该是你的双风感冒的时候 没有了这个外感表症 即是说你已经没有发烧 只不过感冒后段只是'cut' 这个咳也不清,你吃这个就可以有效了 但如果你还有发烧、流鼻水等各样的感冒期间 就不适宜用这个盐炖铲的方法 如果你是外感未清又咳得很重要的话 是另外一个方法 明天有机会为大家介绍这个有外感未清又咳得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偏方 到时就介绍给大家吧 在这里再三多谢关怀我的朋友 以及供应很多有用资料给我的网友 祝你们生活愉快,身体健康!